185名報 港燈自適用電基金助流與智能資助12個項目提升住宅大廈能源效益 2015年7月10日中國A21取好貿大中的環保意識日漸增強 市民明白到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為鼓勵社會各界攜手減少碳足印 港燈於去年6月成立自適用電基金,至今共批出12宗申請,資助住宅流與進行提升能源效益工程,資助總額超過230萬港元 舉辦座談會鼓勵申請基金早前港燈舉辦座談會,進一步向社區人士推廣基金詳情,並邀請成功申請資助的住宅流與代表 分享心得和介紹獲批項目,港燈集團發展總經理余德秋在座談會上表示 我們很高興在過去三季合共批出12宗申請,當中以單藏式住宅流與為主 我們特別希望資助流與狀況欠佳及流寧較高的住宅大廈,改善其公用設施的能源效益 以單藏住宅為主獲批等額資助余德秋補充說 我們在過去一年先後向港島各區議會介紹基金,亦到訪不同的目標流與向業主立案發團講解詳情 未來,我們會繼續鼓勵更多大廈申請,與社區一起推廣低碳資道 獲邀出席的基電工程處副處長規管服務式永求忽當津增禽鐵鞋 C 他說,我值此機會感謝港登一直以來對政府政策的支持和鼓勵,為推廣節能減排不遺餘力 我期望基金能夠繼續獲得大家的支持,共同提升能源效益,為地球穿出一分力 助談會更要得基金審批委員會成員香港地球自由社區及企業夥伴總監劉子豐分享了改善能源效益的經驗個案 而另一位成員香港能源工程師學會前任會長鍾智良,則介紹提升家居及建築物能源效益工程的知識 另外,參加者亦參觀了港登的家用及商用電柱的中心,了解電氣化生活的優點 受惠的大廈遍布港島各區,獲批項目包括更換改用此五光管及發光二極管列照明設施 改用一級能源標籤冷氣機和更換升降機牽引發動機等,成功申請更換節能升降機位於西營盤 樓齡達三十八年的真光大廈,是獲資助的住宅樓宇之一 真光大廈物業管理公司的代表李瑞蓮分享說,大廈流零較高,居民多位長者 加上三台升降機經常需要維修而為住客帶來不便 透過港登自適用電基金的資助,我們可以協助居民更換具備節能系統的新升降機 它更表示基金的申請手續非常簡便 港登的工程人員亦會協助講解申請手續等事宜 現正接受申請所有港登服務範圍內之住宅或主要用作住宅用途的綜合樓宇 可經由業主立案法團、業主或居民組織法團授權之物業管理公司或合資格服務提供者申請 基金以等額方式提供資助,由基金及業主各自分擔一半工程開支 歸道截止日期,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12月31日申請 基金會在歸道截止日期在計3個月內完成審批並通知結果 查詢2,887-3455詳情及申請表格 www.hkelectric.com TessinSmartPowerFund